你看看這邊好了 凱希 來 就是拿外貌縮小 好 憲哥你每天都在踩她的點耶 對 你們都在 憲哥你每天都在踩 可是我不管怎麼講 他都會有說有笑啊 他都會 因為我在上班啊 他很瘦傷 因為我每次 每次要叫他鬼優 鬼優啊 對啊 我覺得是鬼啊 怎麼一樣 網路上罵你都是小優啊 都在這裡 他申請了很多帳號 有一天有個朋友 辦了一個生日 然後大家就約序嘛 其實很多人都在懷疑 有一個某個友人好像是同志 因為他身邊從來沒有交過男朋友 也沒有女朋友 然後很神秘這樣子 然後呢 就趁他有點喝酒的時候 直接問他說 你是不是其實是喜歡男生 他說 然後他已經很醉了 他就說 沒有啦 我跟你說 沒有 我很喜歡小優 我覺得小優是我心中的女神 然後他們就說 為什麼愛我就是破綻百出 反正就是有了這個故事 有一天我們就去一個酒吧 那個當事人就是問的那個男生 他就當著我們面 講這個故事說 我跟你說那個人被我抓到 因為他講小優 說他女神破綻百出什麼 然後我們就笑得很開心 小優突然就說 我覺得很煩 你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其實我每次聽到他覺得很煩 他真的不高興 場面變得非常非常尷尬 因為我其實都會給一個人集合 我會給他三次扣打 他已經用了兩三次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在節目當中講你 然後他就跟他道歉說 好啦 對不起啊 小優我不是故意 那以後我不會再講了 這時候有一個朋友就說 我帶一個朋友會來找我 他是一個男生蠻帥的 A B C這樣 後來這個男生就來了 真的長得還不錯 然後他就坐在小優旁邊 我們就覺得他好像 滿喜歡小優的 那時候就在聊天 其實大家都有點久異嘛 然後他就對小優說 他就想說 完了他有沒有可能就是 有那個潛在音 要是有 但不會吧 就後面就發現這男的怪怪的 他就開始就是 我們全場的女生嘛 他就是對每個女生就是這樣 搭搭的肩膀就對每個女生 都還滿輕易的 都試好 對 他剛好就碰到一個女生 然後他的男朋友在現場 但因為那男的不知道 所以他就一直在摸 那女生的頭啊什麼 結果那個男朋友看到 就超火的 對 就是男的就在那邊說什麼 揍他 我跟你講我一定要揍他 他剛剛一直狂摸摸的朋友 然後那個酒瓣好像 他中間有個沙發這樣隔開 他們兩個就在現場 這樣繞著那個沙發跑 真的很好 所以結果後來那個ABC 就受不了 因為他可能就覺得他被誤會 他就大喊說 對不起 我不是要聽嗎 他剛剛就是一起來就很喜歡小優 結果他真的就是 好準喔 如果我今天走進休息室就覺得 小優好漂亮喔 好美喔 好美喔 好啦 多了 多了是不是 不好意思 我曾經在泰國看她翻臉過 就是呢 我們大家一起去泰國玩 然後呢我們就是在要下水前的時候呢 因為那時候好像快要那個農曆七月 就有男生在那邊講說 下面有水鬼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小優的記憶 什麼什麼 然後這個時候過沒多久 其中一個男生就 把小優推下去說 好棒喔 好快喔 然後呢 推下去之後呢 小優過沒之後 這樣子掙扎了起來說 好帥喔 好帥喔 對啊 他們都會很愛整我 你還記不記得那個 去鬼屋 對 然後去鬼屋 然後沒有人要救我 然後他還說 快點 你是鬼 你去跟他回覆嘛 然後他推他 跟鬼屋說 回家回家 你回家 好帥喔 你知道他從那個水裡 浮出來的時候 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耶 因為就會有很多頭髮 然後他又不安水性 所以這樣子浮出來 就真的很可怕 但是我看到之後 我就有一點點心疼 對啊 就覺得不可以這樣 所以我後來不太會笑他 小優有什麼要回覆的 我覺得就是 但是其實我當然平常 還是可以給大家開玩笑的 但是只要過了一個坎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了 那個坎要怎麼拿捏 就三次是不是 就三次 三次 差不多 看他心情 如果他那時候是有男朋友的 他都OK 單身的時候不能笑 或是現場有他喜歡的對象 沒錯 如果是我單身 然後現場有我喜歡 我真的超容易抓狂的 因為我很討厭 每次到我去那種KTV 想說今天是那個 連遺址 然後我穿超漂亮 然後還噴香水 有我喜歡的帥哥 朋友就說 然後我點一堆舞曲 然後我還在那邊跳舞 然後想說到底 但你又很配合 對啊 我職業病又上身了 然後我站到後面都會抓狂 我想說 這一套我到底是在表演的 還是怎樣 然後我就會生氣 帥哥在就不要弄你了 如果妳旁邊吃海產 妳一定無所謂 沒關係 聽一下白玉老師怎麼分析 感情冷漠 缺乏理解 他常常感受到這樣 為什麼 誰向星座首先呢 他沒有界限 就是別人怎麼鬧他 只要他覺得對方是善意的 沒錯 對 放水啊 你就是要鬧我 你要表現自己 你要刷存在感 OK 但是今天如果是刷到 後來是傷害到我了 我突然覺得說 我應該是跟他吵呢 還是不要跟他吵呢 就卡在中間 那到最後就發現 那個人認為欺負他沒有成本 然後不會受到什麼 就是比如說會討回公道啊 現場會尷尬 好像不會喔 對 這個時候雙魚就變成 就是朋友怎麼樣弄他 他都應該要吸收 這是大家的看法 對 但是說到底這也是自己做要 真的 對 看起來就是 不然艾亞來 就是 燈燈 他的地雷是被當酒公 我覺得就是 金牛也是一個 很有原則性的星座 對 有一次我就看到 有一個經紀人到他旁邊 就是在跟他聊天 然後我剛好坐在凱希旁邊 我就邊聽 我就聽到那個經紀人開場白就是 唉唷 我知道你在說 對 然後呢凱希不笑的時候 看起來也是蠻 蠻不爽的 蠻不爽的 都很有表情 然後呢他就突然就來笑笑的 然後突然就很僵 然後我想完了完了 這個局面會不會有點怎樣 他就跟那個經紀人說 我平常沒有在喝酒 我喝 工作前一天絕對不喝酒 你有幾分證去說幾分話 就是你知道在那個 認真的回覆 那種討針 但不行 對 那個經紀人就看了他說 沒有 我就聽別人講 所以很聽誰講 他就很肯定 他好肯定的 然後內心說沒有沒有 可能我記錯了 然後走出來說 你講清楚到底誰講的 他會不會 誤以為你是趙正平 他都說太多 他很肯定啊 然後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我就覺得你又不認識我 你幹嘛講得那麼肯定 然後他講的就是說 之前你很不專業啊 大家都說你會在宿舊來錄影啊 我就說沒有啊 我真的沒有啊 然後他說 好啦沒有啊沒關係啊 現在不會就好了 我說我真的沒有啊 我真的沒有啊 我真的沒有啊 為什麼要這樣講 他對方也玩機車的 對方你知道是什麼星座嗎 我不知道 有主人的星座嗎 對 OK來 這個是屬於土相星座 跟我是一樣 金流 處女摩截 處女摩截 定沒事兒 怎麼跟疫苗惹怒呢 隨意介入 缺乏 安全感 我像星座通常做什麼都一板一眼 對 然後他有他固定的行程和習慣 你給我曲解 然後告訴別人說 我每天固定是那樣 所以別人一定會覺得 我每天固定是喝酒的 這種被傷害 反而是讓他覺得沒有安全感 眼見為憑 你沒有看見 沒有確認 那現在我跟你確認好不好 那確認的時候 我還有點生氣嗎 然後我生氣還會鑽牛角尖 因為我想了一下 好像我不認識你 對 對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土相會更土相 他就會 小優換妳了 妳要講誰 拖他時間 拖他時間他會爆炸 拖像的話我會覺得 他平常有時候 好好的就好好的 但他一爆你就會覺得 什麼你突然就爆了 那次是我們去香港玩 然後其實平常我很愛跟他 就是姐妹逛街啊 出去買東西啊 他等我什麼都OK啊 我們去那個海港城啊 有沒有 好多名牌 不知道買什麼 對 而且那時候又剛好大打折 所以我就覺得 趁這時候我要買爆 然後呢 這時候我就看到一雙鞋 但是那時候我就是 剛入行沒多久 沒有存多少錢 所以那雙鞋有一點貴 就是過五千那種 我想說 可是兩個 兩個顏色都好好看 黑色的白色都好想買喔 我就這樣子 想了二十分鐘 然後 太久了 因為不行 想太久了 他們就在旁邊這樣 黑的就黑的 然後我就說 可是該等一下看 好 白的 我說 好 兩雙都買 我就說不行 太貴 他們就太瘋掉 真的爆掉 他直接說 講完了嗎 講完了 我覺得是阿嬤的問題 好笑喔 好笑喔 不能怎麼補洋 好笑喔 因為我生活 一 二 二 三 三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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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投票支持你最愛的樂團 一起聽傳吧 我們同行 不只我們兩個人 有四五個人 那同時呢 因為我們逛的每一個點 他都有猶豫不決的東西 然後呢 我們有很多行程 不可能為了他一個人 在那裡那麼久嘛 他就會問我說 黑的還是白的 我說我跟你說 我覺得黑的怎樣怎樣 白怎麼樣 分析完之後 你趕快決定 然後他就說 好 那我再想一下 自從我們同行的友人 已經受不了 想要去下一個點了 所以他們就下樓了 下樓說 他們先去排計程車 然後呢 我就說小優妳快喔 因為他們已經要去排計程車了 他說好 那我再想一下 我說好 那我下去看一下 我就下 大概應該有個五 六層樓吧 下去一樓 看他們排到哪裡 然後問他們說 那你們在這邊再等一下 我再趕快上去催他 我又再上去 上去之後他還這樣 我媽沒有結帳 然後 結帳的東西 然後我就說 那你到底要哪一雙 他說 可是我選不出來 我說你兩雙都買 他說 因為太貴 我說我們腳一樣大嘛 我說那我買黑的 然後我買了之後 你跟我交換穿 他說不行啦 這樣子 我說 我還在那邊上上下下去 安撫另外幾個人的情緒 然後他居然說 我吼他 我好生氣好恐怖喔 聽完 阿雅的說明以後 那小優是妳的問題 對啊 猶豫不決 其實牡羊就這樣 他已經很耐心的幫忙 先是上下樓去看車 然後還幫忙出意見 不然我買一雙 你還猶豫不決 他就覺得 那我的意見 你到底為什麼要問 對 我的意見如果重要你會聽 但是 不重要你也不會問 到底是重要還是不重要 老師你知道嗎 他每次都問我說 這個難得好不好 我講說不好 最後他還是加在一起 我跟妳說真的 因為我也是 氣死 他有問過我 就是以他自己的意見為主 他沒在聽的 他其實是有心有答案 只是他就想要問 然後想要聽到 想要答案 其實水象星座 尤其是雙語 很想要被照顧 被關心的感覺 真的 問朋友也是 希望朋友在同時支持他 結果他現在很關心我 你看他都支持我選這個男生 對他問是問假的 其實說你關不關心我 關心我請支持我 是這個意思啦 OK... 謝謝 謝謝